对于我来说 我真的有个很重要的磁座老师 他叫尹约 他是很像我们的人生的导师一样 因为我以前是非常非常非常内向 然后遇到尹约 他就说你要去用你的天赋也好 或是用你的能力去表达你的一些东西 让一些性格和你相同的人 去走出一个他认为的一个困境的环境 所以尹约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也是我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 台女尹约如何成为周深的姐姐呢 更是怎样发现和挖掘周深的呢 它是怎样让周深在音乐之路上起飞翱翔 故事起始于周深的第一支单曲 玫瑰与小鹿 它是尹约根据自身经历而填字的歌曲 2015年尹约要为这首歌寻找合适的歌手 在这年的一月 在欧洲长途转场时 尹约把周深在好声音演唱的贝加尔胡畔 连到了车里的蓝牙上 也许这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和周深的缘分 回到酒店的尹约对周深的声音念念不忘 可惜酒店没有适配的音响 无奈的尹约只能把手机放到一个透明的水晶杯里 以起到扩音的效果 就这样尹约确定了 这个像外面冰雪一样清澈剔透的声音 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声音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合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尹约教会了周深如何在录音棚录歌 如何打开自己 让周深从瑟瑟发抖的小男孩 成为现在光芒万丈的时代之声 祝福尹约和周深越飞越高 友谊日久天长 波尔多给大家唱歌听 这首呢是玫瑰与小鹿最原始的demo版本 然后希望你们喜欢 你们看这多漂亮 穿过遥远小溪水 守着一株小玫瑰 她总是绷尽脚背 仰头看大眼难飞 她说你可曾遇见那只小鹿 她幻想着远山迷雾 眺望着爱与起初 醒着在梦里挣扎 不觉黯淡了朝霞 忽然间岁月凛冽 掠过白茫茫的雪 小鹿终于又想起这座山谷 车下她温暖花瓣 在冬天一去不还 就录了三天 因为我唱歌其实还比较快 三天有个人录三天录完 然后宁愿老师就很严肃地说 他说你会不会唱歌 你就会觉得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机会 然后最后让想帮你的失望 但他其实不是想让你失望 而是天体不成长 大鱼对周深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很多观众正是通过这首歌曲 邂逅的周深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周深聊到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周深说 大鱼这首歌的演唱过程 还是比较曲折的 周深自己尝试演唱了很多的版本 但他始终无法唱出自己想要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 周深的选择不是直接放弃 而是挖掘自己的潜力 寻求自我突破 在截止日期的三天前 周深才完成歌曲的人生部分 歌曲经过简单制作之后 直接发了出来 这首歌曲在当时影响力真的很大 看到良好的市场反馈 周深特别开心 他觉得自己的表现得到了外界的认可 他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听完周深说的内容之后 脑海当中最先浮想出来的想法 不是周深真的很不容易 而是他从过去到现在 真的变强了不少 当初的周深实力就不弱 经历蜕变之后 周深的实力又上升了好几个层次 周深的提升是前方位的 他对歌曲的理解更加深刻 唱歌的技巧也得到了升华 周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提升 不光是因为他那丰富的演出经历 更是因为周深在唱歌时懂得思考 每次登台 周深都会尝试用新的角度诠释歌曲 周深平时也有与制作人老师沟通的习惯 他也会尝试对歌曲进行剖析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每次周深在聊相关话题的时候 他都会强调自己特别幸运 他会下意识地忽略自己的努力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周深之所以能取得惊天这些成就 主要是因为他自身有着强大的实力 他能够把握住眼前的各种机会 娱乐圈那些有流量没实力的存在 总喜欢强调自己的付出 而真正为改变命运 而付出无数努力的周深 却总是把幸运这个词挂在嘴边 我想我会用心守护他 等春夏会长大 我会递波动霜青是他的枝鸭 我会天平黑夜和暗涌 等着太阳 开吧 像花一样 阴光的风向 破开土台去可 长成新的模样 长旁 像树一样 触碰天堂 勇敢的 坚定的 拥抱世界的喜狼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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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